死亡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认识死亡 大家好,我是陈然志 我是一名法医 其实大众不是对法医有误解 大众是对解剖有误解 他们会认为法医在做解剖的时候 是毁了那句遗体 其实我个人认为 法医在做解剖的时候 并没有毁了那句遗体 我们是把每一个器官都检查完过后 其实我们都会把器官归还回去遗体 反而我个人认为 通过我们解剖过后 那些遗体 比如说他的脚已经断了 我们会把它重新的再封回去 让遗体完整 然后才归还给家属 让家属可以好好的处理 死者的这个生物死 我觉得死亡可以突然的就降临 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珍惜身边的人 珍惜现在的时间 有什么事情想做就尽量的去做 大家好 我是神燃志 约定你 今年10月14日 KEDx 职场街年会 我们很想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